越来越远 天天喝AB 天天肠胃健康 美国公布六月内酒财订单 增加0.7% 不过几家大型企业财报表现不好 美股今天开低 道琼刚才一度是大跌百点 目前下跌98点 跌幅也是有0.58%左右 NASDAQ跟费半一样 重挫在盘下 尤其是费半目前跌幅 更是扩大到超过1%了 一分钟掌握下周的财经笔记 国发会下周要公布六月景气灯号 有望续亮绿灯 下周包括全创汉维科 都要举行法说会 关注景气的事况 远凶集团董事长赵腾雄 在积压两个月之后 今晚何一亭裁定以3000万元交报 更多内容请锁定非凡频道 只要请收看瑞涵主持的前线百分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收黑 让大家最害怕的是它 股王大力光 为什么会达到了跌停板 就是因为我们左找右找 真的找不太到 什么样的大利空 才是让我们害怕的 股王大力光达到跌停板之后 高价股全倒 怎么办呢 高价股 说到怎么办 美国的半导体大厂高通 在中国大陆传出来垄断 所以被大陆官方重罚 这个事件 身为高通的竞争对手 联发科 股价应该是利多 应该涨的 为什么联发科的股价 今天在跌 IC设计也跟着跌 而且高通整个事件 跌最重的竟然是半导体类股 到底怎么回事 整个高通的事件来龙去脉 还有牵扯到的各大产业面 如何来掌握它的关联性 专家说明白 马上问您邀请的是波浪大师 炫哥您好 晚安 热昂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徐朝汉将建成 建成您好 热昂好 大家晚安 好 爸爸汉成 汉成您好 晚安 热昂 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深入产业的韦泰 韦泰您好 热昂好 大家好 转入了吗 台北股市 台股今天呢 到最后是收黑的 下跌88点 9 4 3 9点 9500点跌破掉 88点的下挫算是中黑了 而且呢 这根黑K棒可长 长长的黑K棒 几乎把前面两根的红K 给吃掉了 再叫做黑吃红 代表盘转弱了吗 而且连这一条 一个月的平均长板线 今天的长黑棒 又跌破掉 怎么办呢 这都会担心 台北股市下个礼拜 怎么办的同时 这个礼拜 大盘是收红的 到最后大盘 周涨38点 那为什么是个黑K棒呢 因为收盘的位置 比开盘的位置 还要来得低 所以呢 就算涨38点的这个礼拜 还是周K黑K棒 细看 周K连续三根的黑K棒了 而且哦 这是什么 长上去把它卖下来的上影线 可见得上档压力比较重 连续三周了 怎么办呢 下个礼拜的行情规划 这是我的担心 说到我的担心 三大法人 发现到自营商卖得好重 莫非自营商卖26亿元 也成为沙盘的主要关键呢 而外资 外资呢 结束两天的买超 也在今天 二买转卖了 这么一卖 提醒您 外资在下个礼拜 恐怕会继续卖下去 台股独弱 今天的雅股 红通通一片 唯独台北股市 唯一收黑 红的可漂亮的 红的第一名 涨幅最大是在日本股市 涨幅1.13% 注意到了吗 15457点 以最高点作数 日本今天公布了 上个月六月份 消费者物价值数 CPI简称通膨率 年增3.6% 是优于预期的 他们官方就希望 安倍政府希望 日本结束通缩 转成了通膨 通膨大 当然就开心了 所以推升了 日本股市 见到了画面上的 这是周K 日股出现了半年来的 最高点的位置 好厉害 雅股当中第二强的是在中国大陆 一样收在最高点 1% 1.02% 这是上证的涨幅 都是最高点作收 大陆的消息是美龄 就在今天网上调高了 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值 调高到7.4% 所以推升了大陆股市 今天的位置是三个半月来 注意到了吗 只可以角度来看 三个半月来的高点 所以陆股打出了底型了吗 我不知道 专家会说 可是我们的中概股感受得到 现在中概股呢 有点买盘人气 在所加温 在这支撑盘面上的人气 那今天大盘叠 叠什么 叠这一大类 半导铁类股 刚说到了半导铁类股 是形成了大盘 今天压盘的关键 为什么在跌 而且雅股当中 刚看到了台北股市 独弱 昨天如果你有看前线百分百 我有提醒 台北股市还能够走稳步 一定要得看 美国股市当中的费半脸色 果然昨天的费半又跌了 费半昨天又大跌 百分之零点八四 结果这么一跌 你知道K又多难看 费半昨天我画出来的三尊头 今天竟然 你看 这个三尊头 今天这根的黑K棒 硬生生的把颈线 位置都跌不掉了 所以头是不是几乎就确立了呢 我要问的是建成 到底费半为什么跌跌不休 连续两根黑K的重挫 昨天跌什么 应该说这两天跌了三点 一个百分点 昨天跌快一趴 其实前天跌了两个百分点 两天跌了三点一的最主要就是财报不好 对未来展望性不好 看到刚刚瑞涵画给大家看的 这个半导体的非半的一个指数呢 破了颈线 这代表说头部已经成型了 破了颈线 短期呢 我觉得它修正还满足点还没到 应该还会再跌一点 如果说以景性的位置点来看 可能再跌个一趴两趴左右 我觉得才会满足到 会跌到前波低点嘛 对 差不多那位置点 大概也是下面那条均线的位置点 大概就这边 那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跌 刚刚特别提到过 就是因为最近公布的财报 还有对未来展望性 都不是那么理想 担心说机器比较高 我们看到智林的财报不好 泰瑞达的财报不好 智林IC设计嘛 那泰瑞达呢 是个相关的设备厂商 对 财报都不好 泰瑞达好像是封测的 封测的设备厂商 那其实还有 这个设备厂商不只它在跌 应用材料也在跌 所以我准备了费半里面 这个要给大家看一下 跌的还蛮重的 原来最近两天费半大跌3.1% 跌拖累的元凶在这儿了 当然它整个费半 基本上所有的成分股都在跌 那我挑的是比较跌比较重的 那高通是这个另外的 不见得在跟费半有影响 不过它算半导体 跟我们一定有关系 智林呢 两天跌了14% 一天跌7%以上 对 没有 第一天就跌14% 昨天小幅反弹 这样子哦 对一天就跌到12% 因为财报不好 泰瑞达跌8% 易发半导体 线性科技 高通 国家半导体 你看幅度都很大 包括应用材料 所以我们看今天 为什么捍维科会跌停 跟半导体设备也都有关系 汉维科是股后 结果呢 半导体设备 应该一度还跌停板 到最后有打开了 对 有打开了 但是都有联动性的关系 所以我想 台湾的相关厂商里面 你说这些 台积电 联电 日月光细品 紧缩 我们看一下紧缩好了 3189 它不是跌今天 它是跌一段了 这应该M头出现了吧 对啊 紧线也破掉了嘛 是的 所以呢 当然它跌回到之前的资深区域 如果我们看长一点的话 时间看长一点的话 跌到之前的资深区域了 所以我觉得说 包括日月光也好 231日月光 一样 最近也大跌 昨天跌 今天还继续跌 没有刹车 而且你看那日月光 上升轨道是 跌破了 破掉了 破掉 所以整个形态 半导体都转落 美国的背半跌 逊哥以前常讲 背半涨 那台湾的电子股就跟着涨 那现在背半跌 我们的高基期的电子股 你说金元代工 这些丰盛不是涨很多了吗 所以难怪会跌 幸好 我先谢谢礼拜五这一组 逊哥跟建成都有带过 就是费半跟台北股市的 半导体关联性 这相关很高很高 我们早在半个多月前 就提醒大家了 所以他们在跌 我们一定跟着这些都会有压力 当然我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跌 我刚才讲财报欠价 财报欠价 我们把这消掉 至零第二季营收成长11% 这不错啊 EPS0.62还不错 重点在第三季的展望 我就知道 未来不好 不好 所以预期营收零到-4% 就没有成长还掉下去 所以他难怪会跌14% 那封设的设备厂商 看起来也还OK啊 第二季都还OK 我用的第二季都是以我们的时间来看 他们有些是第三季 有些是财块计算不大一样 但是重点第三季的展望 营收季减12.5% 然后EPS0.34到0.43 他们的财色还往下掉 代表说状况好像真的不大好 再看下一个 高通里面 第二季也不错 1.44 但是第三季的展望 营收跟第二季来比较 小幅度的成长 所以第三季对于高通而言 也有变数 对 就是刚刚你讲 中国大陆影响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探讨它 我们待会儿就会有一段时间 很长来探讨高通 到底是怎么解读整个来楼上吗 对 而且它影响我们的半导体很多 很重要 很重要 那亚马逊呢 虽然它不是废半里面的成分股 但是它是网路股 昨天也跌很重 原本财报都不好了 已经亏钱了 第三季也不好 还继续亏 所以整个半导体的族群来看的话 你看亚马逊里面相关的概念股 看一个成红好了 但它本身财报也不好 对 成红股价也在跌 今天跌停板 美国的科技半导体 或者是相关的科技产业的财报不好 一定连动到台股 所以我觉得最近台北股市 电子股基期高的压力会很大 感谢建成这个结论讲得真好 就是因为高基期的电子股很多很多 所以往下修正的压力就会变大了 因此请看资金配置比重 原主流的电子股 本来之前在冲冠的时候 那时候的资金配置还有高达八成以上 七成五 这都是必备的 就电子今天退到了七成以下 我在这先做预告 电子的资金退出来之后 到底跑到哪里去 哇 您看到了金融 有一成哦 不要急 待会金融交给维泰来说明白 但是我现在呢 比较急着想问的是 炫哥啊 麻烦您就直接上来了 我今天大师不能让他坐太久 因为那个费办啊 我跟费办再来一下 阿玛棍的警线今天就破掉了 您千交代万交代要看费办 那台北股市的日K先再来 台北股市的日K呢 发现到这个好像也是往下做修正 上个礼拜您有叫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这个把那拉回来几率大 对对对 所以两个市场 好 从费办看台股 因为费办跟台股正相关最大 那费办最近跌跌不休 那我们看费办的月线图把这里放大 投资人就知道费办为什么 这个月会跌 但是你看月线 小额科啊 就这么一点点 对 月线只有小黑而已 这样我们就鼻青脸肿了 对不对 如果这样我们不是都跳楼啦 对不对 就是 有没有 人家长这样 跌这样我们就已经人养马欢 对对对 你如果是这样呢 像这个呢 对不对 这个不是吓死了吗 对啊对啊 所以小额科嘛 格局要大一点 那这个月要跌的原因是两个 这里算第一个 你算这里到这里 三十四周 三十四个月 三十四个月 这里是什么 欧债危机 对 欧债危机才会这样 有没有 整个这样滚下来 二十一 欧债危机 然后到这个月三十四 好 那如果我们再拉近一点就 费办应该这一根开始涨的 对 这个是整理吧 从这里涨 这个到这里啊 是二十一个月 这个叫做 惠波南希 这个双转折 因为这个月面临了 这个起涨二十一个月转折 跟欧债危机起涨点的三十四个月转折 你再看 那我换给各位看 三十四个月有几周 三十四个月有几周 一百四十四周 哇 那二十一个月有几周 八十九周 因为一个月差不多是四周 对 对 八十九周 这个是惠波南希的 我们把它换成周 周可以 周可以 你换成周以后啊 你就了了 好 我们再看 那个三十四个月 换算成一百四十四周 到底是哪一周 我告诉你 就刚好这一周 就这一周 这一根红 三个礼拜前的那个礼拜 那个就是一百四十四周 是哦 就是 你一根一根算 你回去 反正贤者也是贤者 对不对 你这样一路算 从那个欧债危机的起涨周 开始一路算 算到这一根红 一百四十四周 所以一百四十四周 它收红 不好了 对不对 周转折就是 要转折向下了 所以你看它从第二周就黑 连三黑 刚刚我们注意到台股连三黑 是怎么办 对不对 周黑三黑啊 连三黑不是中空吗 代表一个中空格局嘛 对不对 对 越会办连三黑 那我们要讲的 那不是还有一个八十九周吗 八十九周在什么时候 你在从那个 第二十一周那个起涨周开始算 下个礼拜 就是八十九周 下周啊 所以我们大胆的假设 下周 会办跌到下个礼拜 就止住了 就落底了 那下个礼拜是七月底嘛 对 所以会办的七月份 就会收黑 好 就收黑了 那因为它是第二十一个月 跟三十四个月的双转折 所以就八月份 它就会收红 我从大格局的讲 所以你要担心的 就担心到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会办如果再收黑 那就停住了 因为从一百四十四周 跌到八十九周 但是你去看月 同样都是黑 这样你知道吗 一个是黑在前头 一个是黑在后头 这样就知道了 所以会办如果这样跌 它只会跌到这里 那因为如果以月线看 黑得好啊 你这里不跌 如果它这里是收高的 那我们很担心 它从八月开始往下转 那现在它跌下来的意思是 那么大的一个转折 是买点 是拉回是买点 为什么 它下个月开始 它就要开始往上 因为宣哥说 如果费办八月份 要起转了嘛 又要开始转强 那你下个礼拜的拉回 就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再跌一周嘛 再跌一周嘛 好 那我们回到台股的月线 大盘 那台股不是 台股的月线 就会最像会办啊 那如果以会办 以34周来算 台股这一个 这一个 34周是从这一根红 这一根红 因为最后这一根黑 是欧债危机 这一根红就是欧债危机 过后的第一个月 会办就从这里开始涨的 只是台股拖了两个月 如果你从这一根算到 现在我们台股也是34 那会办最后这一波起涨不是21周嘛 21个月嘛 21个月是从这个 就台股的7050 这一根红开始算 这是7050 这一边就是 那时候我们是 行政院长叫陈冲 刚上来的时候 他不是做了一招很漂亮的 对不对 上帝之手 各位记得吗 他去互盘 那一天涨了200多点 我们陈冲一出道 他第一个漂亮的 就是上帝之手 就是在欧债危机的时候 去互盘台股 就是这个地方开始 到现在34 如果这个起涨这里是21 好 同样看 到今天为止 上不满意 对不对 因为台股还红K啊 对啊对啊 对是不是还红K 对 那问题是 这个开盘在9393啊 我们今天啊 虽然重挫 还是94多啊 如果红K是卖点 卖点 7月份 7月红K 8月会跌 那7月黑K 8月就会红嘛 OK OK 那当然希望这个月黑 就黑啊 因为你出没几天啊 因为下个礼拜回来 剩下4天嘛 对对 对不对 4天 这4天 那我刚刚讲过了 惠伴下个礼拜再跌一周 嗯 他就功德圆满了 对不对 那台股也跟着惠伴 再跌一周 OK 那我们也功德圆满了 那7月就黑K 那7月就黑K了 那7月就会收破9393了 对 要收在9393了 要收破哦 才可以 宣哥说的好 所以既然要收在93-99下 为什么今天踹得那么用力 哦今天是9439耶 9439耶 对啊 他我不踹也都踹那么用力 我很难收在9393以下啊 如果以战略叫做以退为进 嗯 那如何让他摔得鼻青脸肿呢 当然那个模范神把他抓出来砍头啊 龙头杂把他扎下去 对不对 你说的是大力官 当然啊 对不对 扎他最有效啊 对不对 你扎别人有效吗 没有啊 对不对 要包公最有名的 还是斩护马爷啊 对不对 当然斩这个啊 斩这个 大家就垮了 所以老师在打模范神的时候啊 我就左找右找 找不到模范神有什么缺点 对 但是这个策略叫做以退为进 OK 对不对 不然高通跟他什么事啊 嗯哼 高通也没光 你这个是光啊 对不对 对 怎么怎么会 对不对 高通我们听起来是晶片啊 怎么会跟这个光有关系呢 对啊 是不是 所以合理上它没有关系啊 但是它是跟台股有关 所以台股看起来是 回忆下会比较好啦 好感谢炫哥了 刚刚他讲到了今天呢 大力光是被迫下的牺牲者 因为他是模范神 我们今天为了大力光 股王为什么达到了跌停板 也列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主题 乍看它可能是示警用 细看不是那么单纯 真的很重要 那既然呢 炫哥已经把下个礼拜的费办 台股的行情规划过之后呢 维泰我先插播问一个点 因为我刚看到资金配置比重 原来电子的钱退出来 被金融给吸走 你给个一两分钟 金融股到底角色的扮演现在 金融股到目前来讲 它还是扮演着一个 撑盘的一个角色 撑盘 如果今天金融股 它今天不涨的话 我想今天的一个下跌的点数 可能就更重 可能超过百点 对 今天跌88点啊 对 所以其实今天金融股的一个角色 这就是在这个帮助这个电子国 去进行这个稳盘的一个角色 先谢谢维泰 金融是撑盘 还有一点我先预告 因为维泰下阶段会说 政府政策现在就在帮银行金融 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点 我刚才看三大法人 因为比较重要的就先帮您问了 为什么自营商 你知道自营商 在政府的身份界定当中 他是market maker 造势者 市场活络的主角 啊怎样 活络到下跌 他也要跟赶跌吗 汉成 是的 其实大家会想说 最近自营商啊 动作好像非常非常的大 一天大买 然后一天大卖 那可能跟什么有关系 我记得上个礼拜来上的时候 那个汉威有提到说 因为除权期的关系 有没有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 自营商的这些操作 最近也受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最近指数涨了这么多 其实自营商都没赚到什么钱 虽然数字出来有的自营商是有赚到钱 可是大部分的一个自营商底下要操作 这个基金人都是没赚到钱 所以自营商现在有操作绩效的压力 我觉得他是有压力 所以你看到说有行情的时候 他就进来出钱 对 自己就买得很大 然后呢 没有的话就赶快走 因为怕说这个绩效又比别人更差 所以他就短线的操作非常非常的一个频繁 大家可以听懂汉城的意思了 就是自营商大进大出 只为了他自己 所以看盘的方向就不是那么的明确 因此我先追问 那资金的流向 最近的钱有进来吗 我觉得其实近期来讲的话 似乎是那一支的操作比较积极 刚才提到不管是自营商一样 或者投薪一样 其实操作比较积极 可是你看到外资 操作来讲不像之前那么积极 而且你看到说这个部分 这一张表的部分 台湾这个情况 三个礼拜前还买差不多5亿多的一个美金 两个礼拜前还买2亿多的一个美金 可是到上个礼拜 一亿都不到 所以他买的一个幅度是越来越小 所以使得这边的一个全资股包 你看到说台积电也好 或像这个所谓的红海也好 股价来讲根本就涨不上去 因为没有外资的一个推手 而且这些都是外资手中持股最多的 那一支也不可能去推这种股票 所以外资来讲既然没有买的话 这种股票来讲可能就出现震荡了 可是你看相对的韩国 韩国这几个礼拜来讲买的都蛮多的 因为你看今年整年来买的台湾有超过100亿 可是韩国只有10级 所以他会有些资金稍微移转的一个现象 可是我认为外资来讲 后续应该都还会再买进台股 刚刚看那个韩国股市 它的位置几乎是来到今年的高 以汉城的这份资料 我好像读出来 最近这两个礼拜 外资有那么一点点 把台湾的钱撤出来 转买去买韩国股市进广告 到底是不是这样 而且还好像还回到了美国 你看美国上个礼拜资金流入还蛮多的 请教汉城资金的动向 台北股市怎么办 外资看坏了吗 会继续卖下去吗 还有一点说到了外资也非常在乎这一家公司 高通 高通事情到底来中去卖如何 为什么拖累了我们IC设计 尤其是半导体重挫呢 摩根基金百年用心 轻松掌握市场动向 就看这一本 投资专业一本到位 摩根市场洞察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专有赔 申购钱影响乐投资人须知 商办的时代 大值的盛事 CEO最关键的决策 锦铃宜华饭店 顶级商办 大值CBD 台北时代广场 珍惜所有的鼓励 给全球好空气 大金空调 Global No.1 你和一起帮待听 最大会展饭店 松山国际机场 资金最看好的标的 锦铃宜华饭店 顶级商办 大值CBD 台北时代广场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变频冷气 日本进口非常稀少 日本制造的压缩机 也很稀少 请检查室外机明白 认清产地 日历变频冷气 MIT 节能 环保标章 全国最多 压缩机日本制造 连续13年最高荣誉白金奖 连续25年 李奖品牌第一名 日历变频冷气 销售第一 内在经典 外在耀眼 海尼根 全新冠状 科技是引领车坛进化的关键 Audi A6 汇聚明日科技 不断突破极限 照亮世人所见 Audi A6 进化的总和 现在入主 想低岳父 加赠 以示权显 进化科技 定义未来 嗨 今天 你精彩吗 爱与关怀 让我精彩 拥抱幸福 让我精彩 谢谢 你辛苦了 人生 有很多种财富 把有行的财富 托付给玉山 更多无价的财富 留给自己 心轻如玉 意中无神 玉山财富管理 让心更富有 玉山银行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光泉冷泡茶 独家冷脆技术 低温 长时间 释放茶分子精华 每一口都回甘 光泉冷泡茶 让每一面墙 活起来 今夜有期 绝对出色 让每一面墙 活起来 今夜有期 绝对出色 欢迎光临买缝 好奖费 全部自己出吗 不然嘞 干嘛不让富邦 帮你出 全新台湾大哥大 预计联名卡 刷卡消费 一%回馈 折笔电信账单 无上限 花费要人帮 刷卡刷富帮 先到哪儿去 广告前汉城的 那一张的字卡 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所以汉城 是不是就像我说的 如果看上个礼拜 7月17号的当周 买台北股市的钱 是递减的 然后韩国股市的钱 在增加 买美国市场的钱 也是在净流入 所以离开台湾的钱 是跑到这两个区块 其实我不认同说 外资有离开台湾 因为他还在买 他并没有离开 可买少了 他只是买少了 可能稍微说 之前买了很多 然后指数已经涨到这边 稍微停滞一下 稍微再观看一下 可是韩国的部分来讲 因为之前没什么涨到 所以反而现在有些资金 在加码那个位置 可是我认为说台湾 在过了差不多暑假之后 反而进入到整个电子 旺季的一个情况下 应该还会继续做一个加码 可是美国跟欧洲这边来看到 你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之前外资买的 都是欧洲 有连续买到51个礼拜 可是这两个礼拜来看到 有稍微在调节 可是调节的幅度不大 可是在美国这边来讲 反而在做一个加码 所以在资金的一个流进上面来讲 很多的资金反而是 往这种基本面好的 然后可能位阶没那么高的 获利稳定的这些公司 去做一个移转 那我相信接下来 台湾股市的走势 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 因为一些高位阶的 或涨多的股票来讲 它会震荡 而且一些没有基本面的股票来讲 它修正的幅度会更大 为什么今天的一个成统 会杀到跌停板 因为公布出来的获利 一块钱都不到 所以数字这么差的时候 它当然股价会跟它的一个 所谓的本质 去做一个相拉近的一个情况 而且陈宏第三季 它是没把握的 对 还有可能亏损 所以一档亏损的公司 有机会亏损的公司 还在200多块 那可能也是不太合理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台湾股市里面的很多股票 它会做这样一个调整 可能公布出来 财报好的公司 它也许之前涨过一段之后 它会稍微震荡 不见得就会上去 像台积电一样会震荡 可是如果说一些在低位阶的 可是公布出来 财报是很亮丽的公司 我相信这些公司来讲 会变成接下来台湾的主流 感谢汉诚了 它这个结语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下个礼拜 哪怕成如刚刚炫哥说的 可能会稍微回了一下 那有没有股票会动 当然会啊 因为维泰索总有一些的 撑住人气的精神指标 所以下周选股不选市 大盘指数放两旁 选股摆中间 选对股票 您是可以赚钱的 所以选什么股票 百分百看完您就知道 如果没时间看到完 那非凡商业周刊 好处选手也得翻一番 选股逻辑很重要 在下个礼拜 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点呢 因为从包括了维泰啦 汉城啦到炫哥提到了行情的看法 几乎就吻合了我接下来要报告的期货的讯号 因为它也是让您有点看不懂 首先吓一跳吧 台指期的进口数竟然硬生生的 由进多单翻出来进空单 不好啊 糟糕啊 错 逆价差 今天的逆价差 继续在做收敛哦 更漂亮的是 新加坡摩台指 七月份合约 它在七月份最后一天交易制的前一天才进行结算 还没结算 拉出了正价差 所以盘呢 我还有一个建成没问哦 选择权 选择权呢 请看 今天呢 糟糕 看跌的买卖权 还是增加比较多 所以我预告嘛 外资由二买转卖了 这个卖 你要有心理准备 到下个礼拜会继续卖下去哦 然后借券 借券的金额 你看又不一样了吧 昨天超过一百亿 今天呢 瞬间减到了 快速递减到58亿元 然后台币 刚刚汉城说 外资卖掉的钱 没得紧啊 因为还是parking在台湾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应该要升啊 有没有 升给你看 今天的台币呢 收在30.035 升了1.7分 所以汉城说对了 那请问 还有一个建成 怎么办啊 刚刚讯号 模模糊糊糊的 其实我刚刚 延续刚刚汉城讲的 说实在的 最近外资呢 它并没有说大卖 它稍微调节一点 我觉得它在换骨 电子换到金融 换到一些传产 很明显看到 电子骨涨多了 有些机器高 它是换骨的一个动作 包括了 一开始瑞涵提到 入骨最近涨很多 所以一些中概传产 我也觉得未来后面也会揭霸 所以指数呢 我觉得下礼拜 这些还是一个整理啦 我还是一个点 9339点上次讲过 6月20号那个9339点 跟宣哥讲的有点很类似啊 它是9393点 我是9339点 6月20号那个高点 其实如果说我们用 ABC破也好 回来修正的话 大概这位置点 不至于会跌破 刚好如果达到9339点 这个刚好收黑嘛 那符合宣哥的讲法 因为宣哥的7月份 开盘是9393点 所以呢 如果收盘位置7月份 收盘位置比开盘位置来的低 就是黑K 那建成说最好呢 是在9339点 那就是黑的了 对黑K 又可以手稳在之前的高点 所以我觉得在盘子稍微整理 修正一下 由电子传 传产金融来撑盘 那电子股经过修正之后 再回温 觉得后面的8月中 下旬以后的行情 应该都很乐观 感谢今天啊 礼拜五 Happy Friday 四位的专家呢 对于下个礼拜的行情 说得这么样的清楚 了解了 希望您听得懂 我们刚刚有在repeat的一次哦 可是呢 讲到了下个礼拜 震荡整理盘 电子小心回荡 可能的热头重心 转向了金融跟传产 这就是维泰的专场了 上阶段问了金融 他有那个撑盘的力道 维泰啊 今天金管会下个礼拜一开始 好像对于金融 有一些的偏多政策是吗 是 如果说这个政策是持续偏多的话 大概不太容易从电子股去着手 因为电子股的涨跌啊 其实跟这个美国股市 跟欧美的景气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那反倒是我们国内 在内需方面的 不管是在传产或者金融来看 可以用政策面 来去给它进行一个补足 那那今天早上就看到这个一个消息 就是金管会啊 有计划性的要导引6000亿的一个资金 进到台北股市 那这6000亿怎么来呢 首先就是一些没有居住在这个国内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一个外国人 包括像是境外的华侨 还有像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外国人的部分 那么他以往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需求 要进入台北股市 要去进行投资 这会不会比较像是针对外资或外商 银行或者是机构 因为他是在台湾没有居住定所的 那会不会是这种 也比较像金融研究机构这些 比较像是这种所谓偏一般的这种自然人 哦 是哦 对 因为其实如果是法人的话 进来的话他还是要受到这个 所谓Q底的一个总额的一个限制 那这些人他以往 他们有投资台北股市的需求 但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资金 却没有办法说做到这个 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所谓的融资动作 那这是要有开放 就是说你可以拿国外的担保品 国外的资产来去进行这个抵押 所以包括像是这个债券 或者是国外的股票 或者是这个前一千大的一个银行的一个定存单 都可以拿来当做抵押品 所以就是帮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成交量 再给他注入一记强行增 哦 太好 所以其实如果说这个政策 能够顺利做推出的话 其实在对台北股市来讲 大概能够增加这个200亿左右 美金的一个资金活水 那换成台币就是刚刚六千亿左右 六千亿台币 那金融股的受贿层面呢 当然 其实这边来讲 如果在讲受贿的话 当然其实就是金融股 因为你要去做这个所谓抵押 抵押其实就必须要有一些手续费 开办费等等一些承销承办费用 所以其实对金融股的一个 这种所谓的一个手续费的收入 应该会有直接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所以包括像是有在乘坐这个 好 行业务比较多的 包括像造风金 或者是我们在国内实战率比较高的 原大金 开发金 或者是比较去指标性的 国泰金跟富邦金 都是有可能会在这个波段 这个阶段去进行受贿的一个标的 感谢维太老金融股 要不是今天金融股稍微把人气给hold住 真的今天大家的心都慌了 连模范生都被打屁股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得弄懂老师现在的想法 到底市场的氛围是如何 今天台北股市最大的利空